大家好,我是小薇。 2023年2月1日,YouTube短视频合作者计划即将正式开启。 如果你的频道在近期收到了YouTube的通知,就需要接受最新的条款,并开启短视频获利功能。 短视频被认为是各大视频平台的未来发展方向。 YouTube为了激励内容创作者,并和短视频平台TikTok竞争,即将推出短视频广告计划。 YouTube Shorts的广告形式会以插播的形式实现。 也就是说,当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,在两个视频之间,系统会随机插入一段广告内容。 参加短视频YPP计划的频道主,可以从Shorts动态中的广告,YouTube Premium服务中获得45%的收益分成。 视频播放次数越多,收益也越高。 根据YouTube的最新政策,如果你的频道达到1000订阅人数,并累积了4000小时播放时长,或者1000万次Shorts观看次数,都可以申请加入YPP计划。 也就是说,即使你之前没有发布过短视频,只要满足4000小时播放时长,也可以开通短视频YPP计划。 此外,在短视频广告YPP计划上线后,YouTube Shorts基金也会被取消。 在简单地了解了YouTube最新的政策后,如果你想在2023年赚取一份轻松的工作外收入,就可以考虑在YouTube发布短视频,并加入YPP计划赚钱。 Shorts短视频的持续时间在15到60秒之间,YouTube会自动将时长不超过60秒的视频归类为短视频。 一段成功的短视频往往具备以下几个特征。 一、在视频的前三秒钟就抓住观众的注意力。 二、具备让观众重复播放的能力。 三、视频创意很足,观众乐意订阅。 因此,要想获得观众的认可,我们就需要发布高质量的内容。 现在,拿起手机,你就可以录制第一段短视频了。 如果你不擅长制作短视频,也可以以搬运视频的形式赚钱。 作为最知名的短视频平台,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和TikTok每天都有海量的短视频发布。 只要你能筛选其中优秀的视频内容,并搬运到YouTube平台,就可以获得高额的回报。 今天,我就为大家讲解如何用正确的方法搬运短视频。 方法一、搬运抖音视频到YouTube。 抖音是中国下载量最高的短视频程序,也拥有很多优秀的内容。 如果你经常使用抖音,就可以把热门的抖音视频整理并上传到YouTube。 进入抖音,我们就可以找到很多热门的视频。 例如这段短视频,已经获得了超过10万次点赞。 我们可以把这段视频下载,并上传到YouTube。 打开Google,搜索抖音无水印下载,就可以找到很多提供无水印下载的网站。 复制视频地址,并粘贴到空白处,点击下载按钮,就可以把这段视频保存到电脑上。 完成下载后,上传到你的YouTube频道即可。 按照这个方法,你可以搬运多种类型的短视频到YouTube。 值得注意的是,大部分抖音短视频都会带有背景音乐。 相对于抖音平台,YouTube对音乐版权的限制是非常严格的。 如果你上传的视频内容被认定为使用了未经授权的音乐,则会导致该视频无法开启盈利。 为了解决这个方法,你可以打开视频剪辑软件PR。 导入这段短视频,右键单击时间轴中的剪辑,然后选择分离音频,就可以分离音轨,并删除原来的背景音乐。 打开Google或YouTube,搜索Copyright Free Music,就能下载很多无版权限制的音乐。 下载一段音乐,保存到本地。 打开PR,导入新的背景音乐,然后选择输出视频,就完成了背景音乐的替换。 再次上传到YouTube,我们就可以发现,版权主张问题已经解决,该视频已经可以正常开通获利了。 方法二,搬运TikTok视频到YouTube。 作为海外版的抖音,TikTok也有很多热门的视频。 和抖音的操作方法一样,选择需要下载的视频,复制地址,并粘贴到TikTok下载器中,把这段视频保存到电脑上。 确认没有版权问题后,就可以上传到YouTube频道了。 方法三,搬运快手、西瓜等短视频平台的内容。 除了抖音、TikTok,按照同样的流程,你还可以从西瓜、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搬运内容到YouTube。 在搬运视频的时候,你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问题。 一,YouTube不欢迎大量重复的内容。 因此,在搬运视频的时候,我们可以进行二次剪辑、添加特效、音乐等元素,让视频具备一定的创新性。 二,除了直接搬运,你还可以把多段短视频制作成一段和几类视频。 此类视频也是非常受欢迎的。 三,下载热门视频,并进行二次创作。 除了直接搬运,你还可以下载热门的长视频,并截取其中的精彩片段。 这样不但可以规避风险,还能借助视频的热度,获得高额的流量。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欢迎大家点赞、订阅、转发本频道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,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,或者联系小微。 欢迎大家收看本频道的其他节目,再见。